对阵南美区第四欧瓜多尔 阿根廷将主场选在了合床的七年杯球场 队长梅西 阿规罗和伊瓜因组成了前掌三叉戟 他们三个也很快打出了精妙配合 两脚传递后 阿规罗将球送入球网 1比0 不过从慢镜头来看 伊瓜因在传球的一瞬间 阿规罗应该处在越位的位置 第三十分钟 梅西就用超强的突破再次制造杀机 他及时分球给伊瓜因 小烟枪冷静推射 阿根廷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比0 一分钟之后 阿根廷队卷土重来 这次又是梅西和伊瓜因做配合 而进球的换成了梅西 3比0 阿根廷在上半场就锁定上局 下半场迪玛利亚用一次漂亮的抽射锦上添花 由于乌拉圭与委内瑞拉战成1比1平 这样阿根廷队五战机10分 占据南美区榜首位置